中国政府官员 应该是否会有消息 能不能远? 姚文字委员 我们两位针对中油 这个国内的销售价格 以及国际的外销价格的差异 我们在这地方举行记者会 这个是昨天晚上加的 昨天晚上是36.2块钱 那凌晨之后 最今天95、57有今天的价格 大概大家如果有開車的話是36.3 所以這95的5千汽油是創歷史的新高 最高就對了 那麼92 5千汽油是34.8 今天凌晨之後的價格是歷史的次高 那麼這一點 消費者目前都有感受到這個物價的壓力 這個92的價差是2.8一公升 2.8一公升 95的話是3.7 那超級財油是3.6 3.6 就是說外銷的價格都比內銷便宜 它的道理在哪裡 沒有理由 因為你污染都留在下面 理論上是要外銷不會那麼貴 看起來補貼國內 因為什麼 污染是留在國內 所以這個從邏輯上應該是這樣 這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那麼為什麼 但是對外好像我們中油公司還說 內銷的價格是比國際還要便宜 這一點到底是什麼樣 這一點我們也請姚委員針對消費者的立場 來發表一下看法 謝謝 好 我簡單跟大家報告 稍微算了一下 那麼如果按照中油現在給我們的預算書 955千汽油 每一公升會內銷會比外銷貴3.7塊 那麼925千 每一公升貴2.8塊 那麼乘以151萬公餅 那麼乘以1000公升 多少錢 42億 也就是說955千 我們在國內的這個用油呢 那麼總共要多花201億 那925千總共要多花42億 那總共是243億 也就是我們台灣的民眾在國內加油 那麼竟然要比外銷的價格要多花243億 這是從中油的預算書上那麼提出來 我希望我們真的不解 我們真的不解 台灣民眾到底要怎麼樣來熬過這樣的一個苦日子 我們希望中油今天也在場能夠給我們一個說明 為什麼台灣人要多花243億 烹殺國人 那麼來服侍這個外國人 我們把所有的污染成本留在台灣 那麼竟然讓這個買我們外銷油品的呢 享受到這麼便宜的價格 我們請中油來說明 謝謝 謝謝楊委員 我們都是根據剛剛楊委員所講 就是我們根據這個102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經濟部主管 這個台灣中油公司的附屬單位預算 從這個第176頁這個相關的 我們作為一個依據 所以我們是不是現在就請畢處長 是不是能夠說明一下 給我們說明一個機會 有關這個價格的差異喔 基本上預算書是在一年半以前訂定的喔 當時訂定國外銷價格的時候是按照我們對 就是102年當時可能未來的市場行情 它的一些預估跟預算去算的 所以這個價格上有差異 這畢屬長剛剛這樣的回答 真的沒有辦法說服大家喔 那麼就算你是一年半以前送的預算書 難道一年半以前我們的這個內銷就應該要比較貴嗎 那麼剛剛畢屬長還提到說 這個其實是因為國內的油品生產過剩 然後才拿去外銷 其實但是我們看到九二有三分之二都是外銷 也就是說有中油生產的 這個佔百分之六七十的油品 它其實是用比較低廉的價格賣出去 但是有那個百分之三四十剩下的 才是我們台灣民眾的 要花比較貴的價錢在國內市場上買 那這跟預算書什麼時候送 那麼關係不大 因為奇怪了你一年半前的邏輯這樣 一年半後你把舊的東西再送過來 那麼其實還是都比較貴啊 沒有辦法解釋 因為一年半以前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台灣會比較貴 外銷比較便宜 中國大陸蓋了很多的新的列廠 所以整個亞洲地區汽油是過剩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估的情況就會比較稍微低 但實際上我們去看過去的資料 我們賣的並沒有比較低 就實際的情況跟預貨的情況 實際上基本上是有差異的 我們很高興啦 如果說處長說 現在國際的油是過剩的話 那國際的油要整個價格要下降啊 整個國的油價下降 為什麼最近我們國內的油價都在上漲呢 這個邏輯也不通啊 對不對 如果說現在亞洲的 如果說以前預估結果現在的現況 現在油是過量油應該油價國際油價要下降啊 那國際油價下降的話 你賣出去下降我們國內也要下降啊 這個對消費者沒有辦法交代 如果大家覺得說我們現在平常調個一兩腳 我們的心就調一調 這個一整個一粒一公升多了3.7 3.8 甚至2.6 這個都算貴很多啊 預算書當然就是要對國會負責的 那麼你們這樣的話是不是要重送預算書呢 你們就要重送預算書呢 要不然要是我們沒有抓出來的話 豈不是就這樣呼籠過去了 昨晚是36.2啦 今天凌晨是36.3 如果是36.3扣掉這個 如果是外銷的價格 那就差更多了 那差10塊而已 那不是差3塊 所以我們把內銷要有稅 這一點我們是了解的 我們也很公平的來做這個處理 我們也有形容的 我們不然在做這個處理 我們不是太基因的 我們不然說出現在的 低分離 我們也是有形容的 到了 低分離 因為是這樣 都有用回應 你會不會負責 會